不是暗酸吧 那全世界人都酸吧 他就是個核單 不是嗎 他核災啊 我們就要討論不是台灣人 那我是覺得說在這個緊急的10K 如果平常是小大小腦就酸了 那為什麼後來都不理他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沒有上線 你跟外星人會講話 沒有辦法嘛 你跟鬼有辦法講話嗎 沒有辦法 對不對 那到這個時刻已經人神夠分 他還是繼續 那你能 我們台灣是一個房子 他真好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應該聽得不見 我就全部 應該有非常多的那個 志願役 今天會非常的想要 進到我的直播來罵我 本來不想開直播 但現在呢 為了你們開這直播 好不好 For you For you 我聽到的 都是呢 在軍中一大堆的 義務役 都會被志願役給 霸凌 被志願役給 欺負 為什麼志願役要去欺負 這些義務役呢 首先 會被欺負的義務役就是 學歷太高 然後這些志願役就會講說 怎樣啊 高材生了不起啊 你進來啊 真死你 就是 館長style 你知道就是這種 那為什麼他們會簽 會簽下志願役呢 每個人簽志願役的理由 各種嘛 那有些人可能是真的被騙 被一些花言巧語騙的就簽了 大部分的 我說的是大部分 你如果覺得是你的話 那不就是 最後入座嗎 大部分 就是因為你廢啊 你出社會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志願役怎麼說 一年也有個 一個月也有個四五萬塊 叫你們這種 搞不好 真的是應該都會寫成 因為的英的那個 這種人 你覺得你出社會 然後你能夠找到 什麼樣子的好工作 你的人生 不是只有 雖然不是只有讀書 才是人生的唯一 但是你人生是怎樣 沒有一技之長 沒有一技之長 你不適合費用是什麼 你有什麼可以拿得出來 足以謀生的工具 沒有 也就只能簽下那個志願役 然後簽下去之後 就在軍隊裡面 做威做福 我覺得大家不要老是講說 把國軍講得好像什麼 多了不起 然後多多清高什麼的 軍中就是如此的黑暗 就是沒有正義沒有真相的地方 然後呢 我今天是 軍隊等有繳稅 跟我們討論志願役 大部分是個廢物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嗎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我們今天是說 你沒繳稅 所以你是個廢物嗎 不是我們是說 因為你一無是 通常你是一無是處 所以你在社會 沒有辦法找到更好的工作 你只好簽 你就簽下去了 廢物的點在這邊 不是說因為你沒納稅 OK 因為以前沒有納稅的 軍公教都沒納稅 以前很早期的時候 OK 這樣子大家 有了解嗎 沒有遺跡之長 不是個廢物是什麼 沒有錯 館長style 你當過兵嗎 你叫那些家眷情何以看 那些當軍人的眷屬情何以看 你知不知道當軍人的兒子 當軍人的太太有多辛苦 小孩子發燒了什麼的 媽媽自己帶去看 因為爸爸在軍中 不是你說回來就回來 你說當軍人有多少的苦難 今天是上梁不正 所以下梁歪了 你今天罵阿俊你選人罵 憑什麼去罵這些 一個月領幾萬塊 本身被告 做不完事情 業務一大堆 然後他們也 不被台灣人尊重的軍人 你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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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批評別人 人家批評你就暴氣 你就沒有邏輯 你就跟人家嗆錢 那你除了錢 請問你還有什麼 所以這個社會是 錢多的當總統嗎 錢多的寫法律嗎 錢多的就是道理嗎 你講這句話 X死人了 這個社會上 真的不是這樣 你就是那種 爆發物土財主啦 有錢就木空一切 我覺得你就是台灣版的 傑尼龜 婉兒跟廖老大吵架實在太妙了 中老年8加9吵架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健身房現在的收費 是非常便宜的 像館長的健身房 一天33塊錢 今天買得起廖老大的飲料 就可以去健身房 所以意思就是說 喝廖老大的飲料 也是上流社會的人 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準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三個月前吧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啦 但是好像 好像也沒有到年底 你就受不得批評嘛 你可以批評別人 人家批評你就爆氣 你就沒有邏輯 你就跟人家嗆錢 那你除了錢 請問你還有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找郭台銘來 你就乖乖的嗎 所以這個社會是 錢多的當總統嗎 錢多的寫法律嗎 錢多的就是道理嗎 你講這句話 X死人了 這個社會上 真的不是這樣 你就是那種 爆發戶土財主啦 有錢 就木空一切 你講這個話 我們就覺得是這樣 我今天跟你講道理耶 昨天晚上我問的明明就是 請問你說這句話 你要不要跟健身界道歉 跟你有多少錢 房子是不是租的 請問有關嗎 我覺得你就是 台灣版的傑尼龜 傑尼龜當初跟你 之前你的影片打龜的時候 你也說他不敢面對嘛 那我現在講白一點啊 你除了有錢之外 如果要講道理 你也不敢面對喔 你也就是台灣版的傑尼龜嘛 在這條路上 很容易會有任何方法 建立地地 建立地的畫面 建築炳橋 在建築石 建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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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個那個妹妹後來我就完全不回應她 因為她實在不是一個咖 對 如果妳這個咖 有社會影響力 或者妳講的會有社會公信力 我就回應妳 那我呢跟謝忻或者阿翔他們的一個關係 絕對不輸給他們的一個密切對不對 然後 但是最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的關注嘛 我們的關心嘛 那我給她的是方法該怎麼去因應面對 那出來好像感覺我會是在罵她 其實沒有 如果當天 妳們手上都有帶子啊 全部內容看妳就知道 完整的沒有罵 對 因為那個胡說八道的一個女生嘛 然後我們也讓她來上節目 啊來了以後 我沒有這樣講 貼圖給她看 啊這是誰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她是氣笑的 等她是個咖的時候 我再回應她 她連名字我都寫不清楚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不要解釋 不要 社會上 因為大家隨便亂講的太多了 我們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去告的網友有沒有 江銘 胡說八道有沒有 誒 誒 一告不得了 裡面很多都是幾個帳號同一個人 對 妳去告她有什麼意義呢 然後人家隨便亂叫 但是檢察官頭比較不好嘛 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出來了 沒事 生日快樂 檢察官可能也生日 對 生日快樂 然後呢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喔 然後妳就頭比較不好嘛 所以妳到最後會什麼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防圍杜賤 有 我們這一件小事人家罵妳的女兒 然後妳說妳那一網友 妳公共人物有被評論 妳罵我的女兒跟評論有什麼關係 搞到最後現在政治上 全部都是謾罵 全部都是假新聞 最後最後什麼 司法人就是你們的責任嘛 我們是納稅人耶 我們講兩句都不行喔 聽不懂 不要有那個權力的傲慢 太王八蛋 我真的要好好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 我越看LuLu覺得她越來越有魅力 對 她看著我 對 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不是互相傷害的 我們兩個是主持人 互相吸引 對 有時候主持到一半 像剛剛記者會開到一半對不對 我們就透過憲哥 越過憲哥 我看到LuLu 有時候會起色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對對 什麼樣 什麼樣 對對對 越看越有感覺 越有感覺對不對 發乎一群 但是只乎於你 對對對 對對對 主持界顏值擔當啦 漢典漢典 對對 所以我最近在留 烙篩 哈哈哈哈 現在努力 努力努力啦 加油加油加油 抹槍抹槍 OKOKOK 對 道歉內容就是要跟全世界說 對不起我這下 你真的不是亞洲空缸王 你是 對 YouTube是一个盈利账号 所以今天我消费罗志祥就是为了要赚钱 因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所以罗志祥是我的恩人,我的贵人 取之于祥祥,当然要用之于祥祥 就要让祥祥让我爆红以外呢 现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要经营YouTube频道 祥祥也必须要发挥他的影响力 让我的YouTube在今天一气爆红啊 我要郑重的道歉 对不起 罗志祥,你真的不是亚洲空干王 大家应该也记得罗志祥告我的事情吧 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 距离现在已经四年的时间了 罗志祥告我的内容是因为 我当时在我的脸书上说 罗志祥他是亚洲空干王 三胎五暴是肉体恋财 所以我就被罗志祥告了 后来呢,我们的案子是以非常欢乐的方式和解收场 我一毛钱都没有赔给罗志祥过 而且还赚了满满的知名度 更重要的是 我们和解的条件是 我必须要在脸书上跟罗志祥连续道歉其田 道歉内容就是要跟全世界说 对不起,罗志祥 你真的不是亚洲空干王 因为我讲他是亚洲空干王 他非常的生气 他的心受伤了 我当时真的很难理解说 亚洲空干王不是一个殊荣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吗 这表示说你是全亚洲最会空干的人耶 为什么你要生气呢 我不懂,我不明白 在今天罗志祥的前女友周扬青 他发表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在讲这九年来 他是如何被罗志祥劈腿 罗志祥是如何趁他不在的时候 重点来咯 带不同的妹回家 甚至介绍给他旗下女艺人到化妆师 都跟他们游染 这时候我才知道罗志祥生气的理由 因为罗志祥 他真的不是亚洲空干王 罗志祥每天都非常努力的 所以各位,现在开始帮想象证明 因为真的太多 不过不要分那么细 反正都是 现在开始,请你们要大声的说 对不起,罗志祥 你真的不是亚洲空干王 你是 以及 原来林娜 这个是你郑嘉诚的电话号码 0955 哎哟哦,你哦 不要用一些受不了的 不要威胁 哎哟你哦,我这样子 你再这样下续号 我要公布你的电话了 我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我就只好 0955 鸡排妹外卸电话被急了 陈姨拍龙趟走回敬黑菊花 妈 你真的要公布的话 它就是违反个资法啊 你以下有信 把我们记错的话 鸡排妹真的被陈姨开炸 7号一违法个资法起诉啦 去年5月直播大战 鸡排妹不满自己的手机号码 被陈姨三分两次念出来 事后呢在脸书公布 对方手机前四码 再以色卡编号 透露后6码因地质疑 妈 你已经 弄我弄了三个多月了 然后 等一下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先回答这个问题 啊 这个电话谁敢接 因为不明来电啊 下面是我朋友的电话 我就露出了 这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因为大家会截图 然后打给你露出来的号码 你刚刚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 这个是很恐怖的 这样连续打五通谁不怕 下面好一通欸 整整六通这样子 然后疯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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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发了一个电话号码 你这个就是违反个资法 今天发了一个电话号码 今天发了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呢我分享了 我直接告诉你 也告诉大家 你分享的是我的电话号码 你并没有收手 你冷静 你冷静 你是在做贼的喊抓紧 你在做贼的喊抓紧 因为我是被骚扰的人 我是被害者0972 我不知道的电话 所以你现在知道是我的电话了 那你 我不知道是你的电话 我怎么会知道 是你讲的我才会知道 你自己承认了我才知道 原来变态骚扰我的人 郑嘉诚黑局姐 又就是骗 我本来不知道谁会知道 0972电话很多 大片电话很多 0972开头的啊 好恐怖哦 然后我分享 你就已经知道是我的电话了 因为你讲的我才知道啊 你就是自己做贼的喊抓紧 你刚刚又说不知道 你刚刚又要秀一遍 我本来不知道 早上我被 早上我被疯狂骚扰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谁 真的0972 你自己看 如果是我知道的话 就会显示名字了 我本身的联络人 只有一个就是我录Podcast的地方 我不是刻意把你电话删掉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联络人啊 我没有任何联络人 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人 在改电话 改电话是一种骚扰 希望你了解骚扰的定义 你不要再自以为是的 为你全发生了 这叫骚扰 对此鸡排妹透过经纪人发声 关于个资法 双方护告的起因 是陈小姐歇了我的手机号码 这部分呢 我方的提告 已经由地检署认定 她是违法利用个资了 至于此行为 是否造成我本人的损害 目前提出的在意已被受离 正在继续调查当中 后续呢 就交由地检署 做公众的判断 陈宜则是转发新闻 拍楼无头影 那亮点应该就是这朵花咯 菊花在门一山 你的菊花黑呀呀 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疑 读书真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读书的话 就会很有机会 像鸡排妹一样 被判有期徒刑四个月 现在是一个前科犯的状态 这次排妹有这个判决 怎么看 心情非常的好 我觉得公理正义终于获得了伸张 然后鸡排妹被判有期徒刑四个月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前科犯的状态 所以你是把这次判断 然后就四个月来说 你觉得法官判得很强 我觉得其实判的已经相当的重了 因为他之前在开庭的时候 就是当面呛检察官说 都给你资料了 你还不认真做功课 然后检察官在当庭也是讲说 希望法官可以从众量则 但是我希望说是可以不要得一颗法金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恶劣 然后犯后态度也不知悔改 所以我觉得希望可以让他不要一颗法金 直接进去关 他之后要上诉 对 我们这边也会申请检察官帮我们一起上诉 那CV座你不会要出庭之后 因为我这些案子已经交给律师了 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会出庭 但是因为我最近都在环游世界 所以如果我在国外玩的话 就会请我的律师帮我出庭 因为我自从被他公布我的电话之后 我每天都以泪洗面 我半夜想到我就是哭着醒过来 坚信对我造成极度严重的伤害 所以我必须要努力的到世界去玩乐 来抚平我受伤的心情 如果出庭的话 我就会配合每一季 就展现我的法院时尚 那我想现在已经要接近夏天了 所以到时候就是我会认真的准备 那你们会来拍吗 因为我又不是鸡牌妹那么爱发媒体 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发 你们都不来拍啊 那你们要来拍吗 我就没有那么想疯啦 你们要来拍 你们要来拍的话 我就会好好再更认真的准备 就有什么战好之类的 我会就是看那一季最流行的Fashion 然后展现时尚 所以我现在就是还只能保密 不能告诉你说我要穿什么 那是一季的厂商跟你开业的吗 非常多厂商 我每一次出庭的时候 我全世界上海都是赞助 接下来计划要去哪里 我接下来我想要去外蒙古 外蒙古 对 还有很多地方 譬如像美国啊 还有秘鲁 我想要去收集世界七大奇迹 没有 而且我就是这次去冰岛玩 然后我还睡机场 我想睡了两天 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有什么航战情缘 结果航战情缘演的都是假的 旁边都是睡阿伯 就是 就是觉得说 桃花运可能还没开 但因为我本身也不是那么 在积极追求这一类东西的 不像鸡排妹讲就是 我多想要结婚 我不想 因为我本身就是财富自由 而且我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 我没有那么 像她一样非嫁不可 我觉得凤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 是小地中的小弟 但她每天在那边吹捧什么 她什么凤梨祖祖 19.5 我就 不屑一顾 我就转头去看我们家想强 19.5公分不含头 从头到尾都是她自己说的 我们家想强 都没有出来说自己 19.5不含头了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强者 就不用自己出来讲 真正的强者就是 用过 都说好 陈一开战凤梨 小地中的小弟 19.5 逼不胜裸之神 昨天八九之夜 真的太精彩了 非常想要跟大家聊八加九 OMG 我觉得凤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 小地中的小弟 网红陈一战力指点满 这回客打 不是三斤鸡排 而是三斤凤梨 新战线被挑中的对手 是凤梨叔叔 29号陈一碰文透露 很多人问她对凤梨的看法 她表示 并不是不能给更生人机会 重点是有没有改股自新 什么啊 就更生人 哈 抵达正常的凤梨留言 你不懂事情前后 不必要为了流量在那里 有的没的 我不是公众人物 不需要让你讲一堆 网红是不是公众人物 网红当然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可受公平 公众人物今天你赚取公众财 但是你却当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 你出来说 我不是公众人物 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只是一个商人 你是不是敢做不敢当啊 我看不起八九就是这一点 敢做不敢当 我明明就是在她质疑她说 她诈骗阿嬷47万 所以到底还阿嬷没在 就是说她在被警察抓 然后已经被警察官起诉的时候 她在法庭上她的抗辩是说 她被警察不当讯问 所以她抗辩说没有证据能力 结果后来调出那个警察 在做笔录的画面的时候 发现谈笑风声啊 这种画面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美好啊 那所以凤梨跟警察道歉了吗 这是我两个问题 我真的非常的荣幸能够得到 五简座亲自立临指导 她就说 乖一点 你是社会上有读书的人 做好你该做的事 不要像文梦一样跟风 我公司在嘉义随便谷歌都有 有空来泡茶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第一次浪子回头金盆洗手就上手 就是做工 她捐钱就像是买赎罪券一样 她跟你说她现在有捐钱 这些人就觉得 爱台湾啊 爱台湾 你赶嘴你赶嘴 台湾价值你赶嘴 但是她究竟捐了多少钱 她捐到哪里 永远不清不楚 她每天在那边吹捧什么 她什么凤梨数数19.5 我就哼 不屑一顾 我就转头去看我们家想象 19.5公分不含头 从头到尾都是她自己说的 我们家想象 都没有出来说自己19.5不含头了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强者是不用自己出来讲 真正的强者就是用过都说好 你看一下旗下唯一女艺人 骑这么久 表示一定是用过都说好 想象就是一枝独秀 我们家想象就是棒 想象 我愿意当你一辈子不祥的女人 今天罗志祥都没有出来说我在撑 你们没有资格 凤鼠尊还私讯我 然后还说 三金怡 下次强一点 不要小弄弄 枉费我觉得你很厉害 所以到底什么是小弄弄 到底是要跟我调情呢 还是说 三金怡 下次强一点 不要只有小弄弄 请你大弄弄 那我努力大弄弄 我现在不就要大弄弄你了吗 外表这东西要攻击我真的也没有意义 因为我的漂亮是摆在那边 事实就是摆在那边 八九真的很弱 八九真的要加油 我每次看到你们在骂我的点 我都觉得说 你要骂我 你要酸我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好笑 那你知道好笑的前提是什么吗 要读书 因为你不读书 你讲什么都不好笑 你不读书 整天只会讲性器官 只会讲XX 人生哪里好笑 傻傻五年前在说话就是这样啊 傻傻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但是人家说的也是对的啦 你敢听我说 Lirifull 你是八九或是三金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不懂你的蠢 如果你真的要约我泡茶的话 我们要聊些什么 你哪有应反应来泡茶 我找到怎么死的啊 妹妹 妹妹 带一下 外人来咯 要记得找他们咯 说话啦 不要说乖不起啦 你怎么害死他啦 我女儿在躺在那里 阿你如果今天根本你就没那个心 你没想要做这件事 你会觉得不耐烦 你会觉得很不爽 你会觉得怎样怎样 你就要那样 还是要那样 你就不要做这个工作嘛 你不要吃这份头罗嘛 你懂吗 我会输 凤梨听友保姆虐痛案翻车即道歉 诚意开酸 这就是八九的私行正义 我一定会抓扛的啊 网红凤梨叔叔 过去替刺青师朋友雕簸发声 控诉保姆虐婴致死 导致女婴头部才出现重创反应 当时引起一群气愤的网友 去保姆家丢鸡蛋撒名纸 经检方两年调查后 证实女婴体内验出的 K他命反应 综合试证判断 雕簸涉嫌使用毒品 导致女儿吸入毒烟 副作用导致她跌倒撞伤头 网母那边说 是小朋友走路然后跌倒撞到这样 撞到这哪有可能 这哪有可能的啊 你用正常逻辑下去想嘛 怎么可能会这样 凤鼠尊还私讯我 然后还说 山晶怡 下次强一点不要小弄弄 王费我觉得你很厉害 过去常看叔叔隔空对象的陈怡 这次又来大弄弄叔叔了 针对女婴事件 他怒回 这就是八九的私行正义 最讽刺的是害死女儿的是雕簸自己 还好意思以受害者之之霸凌保姆 叔叔吼 有叔叔的无奈啦 有叔叔的口中啦 即使叔叔刚刚发完道歉 但仍难逃网友的舆论压力 从今天开始 全部都怕疫情 说到叔叔的黑历史 也被挖牙挖出来 在19岁时 成片一名高雄阿嬤47万 最后服刑入狱 他一直问你阿嬤找到我回头 对啊 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好说 因为 阿嬤也过世了 所以 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愿意再去 重新谈这件事 是因为我不想再造成 受害家属的二次伤害 那毕竟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或许我不一定做得很好 但是 我该负的法律责任 应该也负完了 那社会责任 可能还没有负完 但是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那尽可能的多做一些 让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 那麽阿密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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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世音普上 那麽关世音普上 关世音普上 还有叔叔曾经上 9man89系列的 就是要对决 斩料节目曝光 引起不少人争议 最后他在粉砖道歉 决定将参与拍摄的片段撤下 所以正片完全被一剪没 9man的youtube频道 这个youtube频道呢 是在讲八九单元 然后就开始被很多网友抨击说 你是在助长这种八九风气吗 当八九很低嘛 你只能够当八家九 你label低的原因 就是你连泄斗都不行 你只会怎样 你只会说 刚好就好 不然有空来有公司泡茶 你就只能够当八家九 你就是最低階最低階最低階 所以他每次在那边吹捧 什么他什么凤梨 数数19.5 我就不屑一顾 我就转头去看我们家翔翔 19.5公分不含头 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说的 拜托没有人证 就跟你说你公益捐款一样 没有证据的事情 今天19.5公分是谁讲的 你自己讲 我真的一定要帮罗志祥平反 有人说我们家翔翔快软短小吗 有人说我们家翔翔没有一枝独秀吗 没有 翔翔就是一枝独秀 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多有钱 我也没有自称贵妇或自称名媛 从来没有过 我就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我更没有说过什么看不起穷人这件事情 我现在呢不好意思有一点点 很害怕被扣帽子 所以呢直接让我讲完 宝贝宝贝不要哭 眼泪是珍珠 王思佳因为被质疑上节目 琳达是贾爱马仕遭到各路网友言上 13号他开直播审出构证 也公开鉴定中心的宴报结果 闺蜜观影也同步在线哦 我们会请代购 所以你有时候买东西要看 你可以问我 OK下次 这个是我其中一张构正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拿去验得包包的结果 我有拿到的这张证书 那这个包包呢是Apson的P 我也知道搭车送回店家是最保险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等不了 我也等不了 所以呢我就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判定 中间在等待的过程 其实我也没有显着 我也做了很多事 很多人都叫我不要多说话 多说多错 多说多错 我也知道我在第一支影片里面说 哦如果怎么样的话 代购什么什么的 我翻那个代购 我弄他组装十八蛋 我非常要甩播给任何人 我也没有要让代购这个行业被质疑 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我的东西有问题 我就会去找代购 所以前提是要东西有问题 就把有朋友送的 有厂商送的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一记得清楚 什么东西 每一样的细节 怎么样的这些 更不可能真正的保留了每一张东西的单据 私人的物品有疑虑的东西 我们会自己去求证 我就不再对外说明了 我的人设从来不需要去假装 或者是克力营造什么样的形象 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多有钱 我也没有自称贵妇或自称名媛从来没有过 我就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从来也没有觉得我自己高人一等 我喜欢买东西没有错 但是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我更没有说过什么看不起穷人这件事情 但是类水果专家陈一对于贵族世家的回应 不是满意假裤念稿假裤念稿 说好要弄代购祖宗十八代呢 自己到设计师蚂蚁直播底下对号入座 把人家骂库不用道歉嘛 有种上小红书直播跟网友对峙啊 之前的嚣张跋扈都去哪里了 IG淘拍卖餐真是笑死人了 其实以前的我早就已经替普普的跳出来 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想要成熟一点的处理这件事 我想要让你们看到我是有所成长的 以后就不会再回应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祝福大家的母亲节快乐 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很快就要推出韦汝绿茶加赖点 还可以打87折 今晚我想来点韦汝加赖 他会如冲沉一地盘抢王思佳 死亡芭比粉荧光比被妥惹 都知道王思佳什么都不会 只会炫富嘛 买一堆包包 买一堆鞋子 王思佳前阵子 因为接连爆出假包风波 忍受翻车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香奈儿包的Coco Band成了Coco 请你不要到处Coco 早就需要Coco 战力极强的王思佳 甩开争议宠出江湖 在全明星辩论会担任飞行评审 争议也在线收看他的表演 开场干脆找我上节目好了 我一个人可以占你们全场 这引来王思佳的素敌 赖韦汝参战 我倒是觉得Coco姐的笑话一流 因为她把自己活成中港台笑话了 韦汝加赖路过 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很快就要推出 韦汝绿茶加赖点 还可以打八七折 整天上网炮轰绿茶表嘛 对不对 很厉害耶 那个用字潜值非常非常的精准 你是在超级当年 我当年骂你的话吗 平常都说自己很时尚 但其实你的时尚很单一 不是满满的logo 就只有粉红色 by the way 穿得很像荧光棒 这个颜色叫做 T&B 王美色 王美色 搭上我的黑发就叫做 Black Pink 都说啊来者是客 对于杀到自己地盘留言的赖韦汝 诚意回应 一起来开香槟啦 赖韦如也说大家离杏银酒改喝绿茶 这样才能好好上课 死亡芭比粉荧光笔我准备好了 巷口全科班 联名准备要推出荧光笔 我们要推死亡芭比粉 我们要推 亚洲空干黄 圣极白 我们也考虑要凤梨黄 有人问我说 报名三金 老师 巷口全科班 有没有送 班长统计一下看谁要买 其实呢 王思佳跟赖韦如过去是好麻吉来着 2012年 他们在节目麻辣天后宫 整形化大考验单元 赖韦如坦诚 满着王思佳 和王思佳的前男友见面处置完 双方就此撕破脸 多次歌通对称 我不想再背这个黑锅了 我就把那个讯息给他看 讲完坏话的是谁 就是跟他出游的那个男的 然后他就这样 嗯? 然后就这样 开始 诶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哦 脸色体型 穿点讯 穿 照理讲这个剧情应该是想要 他跟这男的闹烦 因为找到真正的凶手 对 没有 一个月后 那你去XX完了 XX 帮忙不来说跟我上节目怎么样 嗯 坐在我的隔壁 分享他的XX型战利品啦 GTB GTB 俗称绿茶 你知道其实我也会喝绿茶啊 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像比较敏感 我还是喝杯红茶 XX 我不知道就是从哪一天开始就一直觉得我在吵她男朋友 重点是像那个男生啊 我的朋友也刚刚在一起过 所以我的朋友等于是 其实才是真正的表姐 表姐都没有说什么了 嗯 诶表妹在说什么 我今天被擦的不够深吗 十年了你觉得呢 曾格尔到底拿来的脸敢讯息我啊 不敢想 我之前才问他说啊是不是顶到胃了 他还好意思来讯息我 难道他想要跟我合作胃药吗 那你问我说谢欣小三的时候你有没有骂他 有啊 我真的要跟有夫之妇搞不轮啊 我也不会选阿翔好不好 阿翔想像这样 阿翔呢 成衣连续继制裁宗格尔北更小 当小三会选阿翔不是阿翔 我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打法师啊 很多人最近都在等我翻车 因为我最近自罢全场的那样子 每一个人都瘦到我魔法球 而且我都不用冷却时间的 我一直这样我一直这样 战身成衣一个不止打十个 十四号直播在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 被编的除了风头上的王思佳 小甜甜曾格尔也都如烈了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种世佳的果实开世佳的花 他上节目拿了一个Coco Chanel的包 C O C O 但是贵族世佳的包包是C O O C Chanel 所以呢各位 现在只要你觉得说 哦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假 哦我觉得你 有点王思佳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句话真的太厚了 王思佳身上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 从头到尾都是假哭独搞 假哭独独搞 不要再哭咯 眼泪是珍珠 我就想说那个珍珠应该也是假的珍珠 哈哈哈 不讲清楚这些 然后在那边讲说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母女 母亲节快乐母女 在甜甜的家里挖呀挖呀挖 我们现在要来挖小甜甜了 小甜甜大甜甜 她就是一个说谎间 她的谎言是觉得理所当然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我很可怜 你们都应该要同情我 所以我说谎也没关系 我是为了自我保护 诶这种心态真的超级要不得的 你从小没有爸爸妈妈 跟你的狗一整夜受伤 没有去医院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你在情绪勒索我们 你现在就是跟王志佳一样 你是妈妈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我才会想说 小甜甜这样真的不行 我决定要公布跟谢欣的对话 小甜甜她在前一天她开直播 然后在那个直播讲说 她之前的狗那个控漏被谢欣养死了 可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之前跟谢欣真的完全不熟 真的比较熟一点是 他出事的时候 跟阿翔 车吻的时候 那你问我说谢欣小三的时候 你有没有骂他 有啊 我真的要跟有夫之妇搞不轮 我也不会选阿翔好不好 阿翔生成这样 我没有 我值得 把我的名声 付出在阿翔身上 换得一声臭名吗 凡事当小三都会被骂 要选你是选帅的啦 你最丢脸的就是选丑的啦 我不能接受啦 我想说 如果今天改了改了 说 他当小三 而且他苏字线的小三啦 我就说 对 我就是那个小三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虽然谢欣也是三金 OK 我是横的三金 他是直的三金 陈怡跟谢欣你会不会分啦 那我确实 当人家的小三 当罗志祥还跟周扬青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已经成为不祥的女人了 我难道不是罗志祥的小三吗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Baby 就是你 且靠近我怀里 我们不要再讲小三了 虽然曾格尔最近也是讯息我 说到小三 曾格尔到底哪来的脸敢讯息我啊 很欣赏你 想跟你合作 我就想说 没有合作的可能 我最讨厌 说谎又死不认错的人了 我之前才问他说 是不是顶到胃了 他还好意思来讯息我 难道他想要跟我合作胃药吗 我那看到他的领 我想说 不更小 暧昧 让人受惊 委屈 希望大家受惊都不委屈 曾格尔记得吃胃药 受惊才不委屈 大家晚安 拜 但超派 他就是一个玻璃性的男子 他就是你只要讲到他一点 他就 真的就是Kidu兰 超生气 他第一拳 想要偷袭别人 却miss 那种感觉是什么呢 就很像是 你打 我打传说对决 蹲了5分钟了 准备要 然后结果 那个人一经过 我大决打出去 结果空大 你知道 这就是我觉得超派最丢脸的 第一拳台打不中 真的有够费 接下来 直接看人家布袋 然后 在绕旁边 在打野的队友 过来围殴 你不觉得 就是一个超级小人的行为吗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你第一拳没有miss的话 我可能还觉得说 近你式的英雄 表示说你超派铁拳 真是一套大家都要学习的拳法 可是问题是你连续两拳都miss 你还好意思说用我的超派铁拳 你不觉得非常的丢脸吗 表示你这个铁拳刚出江湖 就已经沦为笑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今天走出去 我可能不小心 那个人只是因为我长太漂亮 看我不爽 我就被打了 你可以被打的理由 千奇百怪 无奇不由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能够因为我觉得不爽他 所以我就支持暴力 这样的想法 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应该要有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看到超派 关于他的前科 还有他饭后态度非常糟的态度的话 我觉得他有机会 可以让我们祝他一句心安 在市面上悬赏猎人名单 第一个想要揍的人是Toys的话 第二个一定是成盈 就是成三斤了 我想说 还好Toys先被揍了 难道下一个是我 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可能揍完我之后 下一个是百灵果之类的 所以我有点害怕 一个店一个餐厅 你单纯只是评论说 我吃的菜到底好吃或是难吃 老板出来问你 竟然问你说 你对台湾有什么贡献 请问一下我要对台湾 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我才能够去评论 一家餐厅到底好不好吃吗 所以超派这个人 完全无法就事论事 他就非常的像是早期的馆长一样 就是你不管跟他讲什么 你只要让他Keyber送 他就会问你说 你是捐多少啦 是不是超像早期的馆长 但我们家馆儿现在真的不会这样子 但是超派就是未净化前的馆长 请问一下超派你本人 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贡献 这件事情我也很想问你 是说你有发明了什么样很优秀的新药 或是你说你像什么 陈树菊阿嬷之类的 你有捐到非常非常多的钱给国家 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你今天就是 有开什么长照中心赚老人的钱 这个就是你所谓对国家的贡献 那如果你要说对国家有没有贡献的话 那Toys他之前不是也帮台湾 拿到了一个世界冠军吗 这也算是对台湾的贡献啦 我真心不觉得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对台湾 对社会有所贡献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种八九 他们每一次出来讲话的时候 都一定要问你说你有什么贡献 但是偏偏他们自己本人 对台湾社会本来就没有任何贡献 请问你对台湾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件事情他真的要出来讲什么的话 就是他讲说那个叔叔是个脑残这件事情 我觉得确实是不应该 这就确实是他的问题 但是关于超派的那些缩教 我真心的觉得很烦 今天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超派的超假组不是整天大排长龙吗 然后包括像是丁特啊 还有非常多的网红啊 不也特别的去吃吗 馆长不也特别买了他超假组的冻饭 来吃现在确定是萝卜丝 不是橡皮筋的冻饭吗 虽然我看到馆长大吃一斤的时候 我想说哇管儿连味觉都麻木了 男人啊过了40岁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很容易麻木 但现在还他一个清白他吃的真的是萝卜丝 总之每一个网红本来就是要趁流量的 所以去他那边直播这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超派今天做很多事情不也都是在趁流量吗 我觉得今天Toys有问题的一个点 只有在于说 你明明知道超派跟你的关系已经如此的恶劣了 然后你却觉得说他是像馆长这样子可以跟你玩的人 因为我觉得馆长是那种表面跟你吵架 但是其实他的心比较宽广一点 他会检讨自己 然后他也开得起玩笑 虽然他表面还是会骂你XXX做一个原因 但是他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的人 但超派他就是一个玻璃性的男子 他就是你只要你讲到他一点 他就真的就是Kidu's La 超生气的 那你如果明知道超派就是玩不起的人 其实就不该去他的店里面做这个直播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还选择去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不要带小孩 就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带一个小孩去 超派看在小孩的面子上可能就不會動手動腳 但是顯然他就動手動腳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明知這是一個比較相對危險的事情的話 不該帶那個小女孩到現場 但他也跟那個小女孩道歉了啦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算面對自己的錯 他第一拳想要偷襲別人卻miss 那種感覺是什麼呢 就很像是你打我打傳說對決 然後你躲在那個草叢裡面埋伏很久 然後想要偷襲 然後你的大絕都準備好了 館長說CD不夠 沒有沒有已經CD完了 我大絕準備好了 在那邊已經蹲了五分鐘了 準備好 然後結果那個人一經過 我大絕打出去 結果空大 你知道這就是我覺得超派最丟臉的 第一拳台打不中 真的有夠廢 接下來直接看人家報爹 然後在繞旁邊 在打野的隊友過來圍毆 你不覺得就是一個超級小人的行為嗎 我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支持超派 怎麼會有人覺得這樣打得好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你第一拳沒有miss的話 我可能還覺得說 敬你勢的英雄 表示說你超派鐵拳 真是一套大家都要學習的拳法 可是問題是你連續兩拳都miss 你還好意思說用我的超派鐵拳 你不覺得非常的丟臉嗎 表示你這個鐵拳剛出江湖就已經淪為笑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相關的罪名 那據超派自己本人說他沒有被緩 他目前沒有緩刑 可是超派你是有前科的人 只要你是有前科的情況 法院在量刑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量得比較重 也有可能因為你的犯後態度非常的糟糕 有可能就直接不讓你可以一顆罰金 這個部分是取決於法官的裁量權 甚至是你真的要準備執行的時候 執行官的裁量權也可以直接不讓你一顆罰金 讓你進去管 所以我覺得看到超派關於他的前科 還有他犯後態度非常糟的態度的話 我覺得他有機會可以讓我們祝他一句心安 然後呢 我要再分享一條罪名 是我覺得TOWYS這邊可以去主張的 那這有沒有符合劇眾鬥偶呢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成立的 因為今天不是只有超派下手 還有另外旁邊大家看到的他的小弟也下手了 那是不是符合在公眾場所 是 是不是聚集三人以上 是 是不是是不是施行強暴脅迫 是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 聚眾鬥偶的要件是全部符合的 不管是客觀要件或是主觀要件都是成立的 我個人會建議TOWYS可以用這條聚眾鬥偶罪 然後再加上刑法277條的傷害罪 有機會可以送超派進去當你的育友 因為呢 你覺得他白不白目 那是取決於你覺得 有時候你跟著只是走在路上 然後看了一個八九一眼 你也沒在看他 但是那個八九就跟你說 然後你就被看暴甩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你白目 他覺得你白目 所以我打你活該 如果每一個人 你們都覺得 只要我看他不爽 我覺得他白目 我就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 他被打就活該的話 那大家走到路上人人自圍 我今天走出去 我可能不小心 那個人只是因為我長太漂亮 看我不爽我就被打了 你可以被打的理由 千奇百怪 無奇不有 所以我個人覺得 不能夠因為我覺得不爽他 所以我就支持暴力 這樣的想法 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應該要有的現象 我非常的震驚 是太多人都在支持超派 尤其超派呢 一本震驚的出來講說 我就用我的超派鐵拳 講完這句話再加上 後來超派的發文 導致非常多人覺得超派鐵拳 是一個正義的展現 可是這怎麼會是正義呢 我要講的是 我們先撇除剛剛其他舉的例子 單就Toys今天去超派的店裡 直播這件事情來說 我認為 他身為一個網紅 為了流量 去直播 完全沒有任何的錯 他評論超派的餐點好不好吃 那是出於他個人的主觀認定 這點也沒有錯 各位你們也會在Google評論下面 去評論每一家餐廳 好不好吃 難道只要你評論說這家餐廳不好吃的話 老闆就要請你吃超派鐵拳嗎 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嗎 但今天如果被揍的人是雞排妹的話 我一樣會出來講這些話 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就反對用暴力解決任何問題 所以我怎麼解決雞排妹的 我告他 本來你就有一個合法的法律管道 在這邊讓你去救濟 可是你各種方式之下 你選擇了一個最糟糕暴力的方式 這個就是超派應該要被譴責的點 我認為有邏輯的漏洞 就是我們在聊的是89亂象 但Toys我認為不是89 是更高智商的犯罪 這種人家犯罪其實比89更可怕 我這個人 就是零智商犯罪 我只要犯什麼法 通通都被抓出來了阿姨 我也被抓到也沒賺到錢 還賠了一千多萬 很多人說阿 我只敢嗆鳳梨 卻不敢說TWICE 是不是害怕TWICE有很多粉絲 這個我可能沒有粉絲 OK喔沒有粉絲 我一個粉絲都沒有 屍瓜的 阿不是阿 你們這樣看鳳梨叔叔沒有你 鳳梨叔叔沒有粉絲你 其實講過TWICE很多次 只是解在說 你們都沒有在聽 乖一點好嗎 TWICE就是一個爛人 但自己都說是爛人了 擺明我就爛 放大絕 還能怎麼樣 我們也只能說對 你就爛 但是TWICE憑什麼直播 那麼多人在看 因為他就真的是邏輯愧才 邏輯 整密正確 完全沒有漏洞可抓 就說英雄聯盟能打到冠軍 已經不是搶 是神 電競能打到世界前幾名 腦子 一定聰明到爆 而且還要非常的冷靜 TWICE是個爛人是一回事 真的把館長壓在地上摩擦 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馬歸一馬 那我是法師 我做馬模法球超快 不用等冷卻時間 我是在聊的是89現象 但TWICE我不認為是89 是更高智商的犯罪 這種人犯罪 其實比89更可怕 首先呢 阿姨的邏輯其實也不太好 雖然阿姨可能喜斑我 我聽說你這個好像是法律系的 我們可以有空深度交流一下 前面有一部分吹捧我們無視 有一部分謾罵我們也無視 光就這個文章 我認為有邏輯的漏洞 就是我們在聊的是89亂象 但TWICE我認為不是89 是更高智商的犯罪 這種人犯罪其實比89更可怕 我這個人就是零智商犯罪 我只要犯什麼法 通通都被抓出來了阿姨 我TWICE也被抓到 也沒賺到錢 還賠了一千多萬 什麼TWICE我也被抓了 也被關了 現在還在等判刑 我怎麼會比89更可怕呢阿姨 我是零智商犯罪 你不要把我講得這麼高 你講成這樣呢 我就想要幫鳳梨說幾句了 對不對我就想要看看 你到底在罵鳳梨什麼了 我就想要站邊鳳梨了 你這個話毫無邏輯可言 毫無根據可言 我怎麼會是一個聰明的犯罪者呢 我在犯罪的時候 簡直毫無智商可言 要是我邏輯這麼緊密 都不會被抓到 我有這麼聰明 哪有可能被抓到 對嗎 其實阿姨做自媒體也是 水平不錯的啦 他知道什麼是流量坐標 所以他把我搶行的 拉進這個戰場了 昨天我剛走出家門 我就被打 那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陌生男子靠近我 然後那個男子對我說 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因為我轉頭看她的時候 感覺她像是有吃藥 眼神換散 然後有在攪冰涼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本能性的往後退了一步 但是她說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下意識的點了頭 那個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機 假裝要跟我自拍 然後就拿他的手機 非常用力的敲擊我的頭部 大家好 我是陳怡 非常的謝謝今天這麼多媒體朋友們來到現場 說真的我剛剛是第一次看到我被毆打的影片 所以身為一個被害者 其實我的心情現在非常的激動 我的心臟瘋狂的跳動 然後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我不確定等一下在我跟大家講的過程當中 我會不會哭 昨天我剛走出家門 我就被打 在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陌生男子靠近我 然後那個男子對我說 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因為 我轉頭看他的時候 感覺他像是有吃藥 眼神換散 然後有在攪冰涼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本能性的往後退了一步 但是他說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下意識的點了頭 那個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機 假裝要跟我自拍 然後就拿他的手機 非常用力的敲擊我的頭部 還好我的反應快 稍微往旁邊閃過一點 但是還是被他敲到的耳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耳朵這邊 現在還是有傷的 兩邊都是 我當下就是一個本能的 往旁邊一直撤退 然後一直想要逃 可是他的拳頭一直追上來 然後我不知道我就吃了好幾拳 悶泉之後 瘋狂的喊救命 還好在路邊有兩個外國人 健毅勇為的經過 立刻阻撓了那個兇手 如果不是那兩位 健毅勇為的外國朋友 現在我不會坐在這邊 我應該還在加護病房 因為他的每一拳 都是往我的頭上敲 是瘋狂的在下重手的狀態 我趁著外國人在制服那個兇手的時候 衝到旁邊的消防局 大聲的跟裡面的人喊說救命救命救命 然後消防隊的人衝出來 把兇手給制服 他們請我進消防隊 兇手還繼續在外面 對我不斷的咆哮 可是他在咆哮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我沒有聽過 好像叫做黃怡君之類的 但是他在 任我的當下 清清楚楚的說 請問你是陳怡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後來這個兇手以現行犯的身份 去了警局 他在警局一樣 大聲的 看到我就喊黃怡君 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媒體出來講說 那個兇手是認錯人 我在這邊要講 他沒有認錯人 他從頭到尾 就是針對我本人而來 剛剛大家在影片的第三段 看到那個兇手要往前挑釁 有一個灰衣男子 在阻撓他 那個男子疑似他的同伙 因為我們家的管理人 還有包括監視器路道 在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一台很詭異的黑色車輛 就在我們家門口徘徊 然後 那個灰衣服的男子 他是這樣子共撐的 他說他當時在車上睡覺 不知道他的朋友 衝下去打人 等到他發現的時候就下來進行阻撓 所以非常的有可能 這個是一個預謀的犯案 為什麼 因為 發生的地點就在我自家的門口 再來 我懷疑他們是已經埋伏在那邊 準備等我出來 然後確認是我本人的身份 對我進行攻擊 像是我昨天遇到可以說是人生當中最可怕的經歷 你們可以想像很多粉絲走在路上要跟我合照 其實我都是非常親切的很開心的願意跟大家合照 所以在責任那個當下 我也是 雖然我對他有點害怕 但我也是 很 也是要笑笑要跟他合照 但是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提防的情況之下 他就被我喊了一聲髒話 好像是 之類的 然後就直接往我的頭上這樣砸下去 我到現在那個畫面不斷的在 我的眼前一直徘徊著 所以其實我從昨天晚上 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這件事情 在當下 我本來不想伸張 為什麼 因為我非常的害怕 我害怕什麼 我害怕我不知道 這些人 知道還會對我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我也很害怕 我主動的在我的自媒體伸張 大家就說我吵心倫敏 同時我有考慮到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還有網紅 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從館長中了三槍 到後來的菜喳嘎 到最近的TOLF 每個網紅 他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輿論風向是什麼 輿論風向是 你們自己嘴秋 你們活該被打 打的好 你們就可以言語暴力人家 人家就不能夠肢體暴力你們 我看到那些 語論風向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殘酷的 所以 我不知道 我的心 有沒有準備好 去面對這些 語論風向 所以在當下我選擇 我不想伸張 這件事情我想了非常久 直到昨天晚上 深夜的時候 有社會線的記者 好像 知道了風聲 來詢問我這件事情 我也知道新聞一定會爆出來 那既然新聞要爆出來 我就要大聲的 說出來 因為 我 不是第一個 但我也 不會是最後一個 現在這樣子的暴力情況 希望所有人都仁仁自為 我們都不知道下一個人是誰 而且 我是一個受害者 我沒有犯錯 我沒有錯 為什麼 我要偷偷的躲起來 會不會 因為這樣子的暴力對待 以後再也沒有人敢講 真話 敢說實話了 我自認為 我當網紅以來 我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論事 我一直以來 都是希望 能夠講真話 粉絲支持我 也是因為覺得 我講出他們內心 真正想要說的聲音 可是 今天一個講真話的人 要承受莫名其妙的 暴力 身體 的威脅 大家看到 我們這樣的下場 以後還有 誰敢 說真話 如果今天我就算有錯 也應該是用 資法來審判我 不應該是這樣子 私情的對待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 我強烈的 譴責暴力 我想有很多 網路上的輿論說 你們就可以 言語暴力 別人就不能對你 肢體暴力嗎 我想請問的是 現在 在新聞底下 對我 或是其他網紅 留言的風向 很多人都說 你被打活該 誰叫你平常嘴球 打得實在太好了 普天同慶 請問一下你們這些言論 對我們來說 難道 不是言語暴力嗎 難道不是譴責 受害者的言論嗎 你們覺得你們這些言語暴力 值得被 肢體暴力對待嗎 如果你們不覺得 你們怎麼可以縱容這樣的暴力 今天我們之所以選在 立法院 舉辦這場記者會 大家覺得 我有多了不起 我能來立法院 舉辦記者會 但是 憲法本來就保障我們所有人民 免於恐懼的自由 可是此時此刻 我想跟大家說 我很恐懼 我希望 所有 在收看 這場 記者會 的各位 所有 台灣的人民 每一個人 你們都可以 自由自在 說自己 想說的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都不要害怕 我們都不可以恐懼 希望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社會 可以還我們一個公道 謝謝 因為我得罪的人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 每一個 我可能講過的人 都有嫌疑 Maybe 包括旁邊的喬息 也有可能 我不得不承認 確實非常的害怕 因為 他們這一次 對我做出 這樣子的 毆打行為 還好有 兩個 不停的路人經過 不然的話 我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 下一次 再出現 我不知道他們還會 對我做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 我真的有認真 在思考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想 如果 因為這樣子 我就閉嘴了 是不是告訴這些人 暴力是有用的 我們都可以用暴力 解決問題 就是因為這樣 我今天才要站出來 開這場的記者會 因為我想要 向暴力宣戰 我認為暴力 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永遠拒絕暴力 沒有要找館長來 但是 我有聯繫館長 然後 透也有聯繫其他的網紅 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出來譴責暴力 因為 今天 我們陸陸續續 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 下一個出事的會是誰 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 因為之前 跟這個超派 就是打架的事件 然後 其實超派 揍人 然後後來 交保 然後出國 衍生了一些 模仿犯 包含一些學生 也有超派本人打 打同學 那這次的事件 可能也是模仿犯 那 想問一下 這個隊 會不會因為這樣有 後續 居立連串的效應 暴力 我也認為 超派世界變成一個風潮 確實很容易造成模仿犯的行程 而且 大家看到 他們輕輕鬆鬆 五萬塊就交保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 打人根本沒有什麼 把人家打到頭破血流 根本就沒有什麼 那今天 我的這個案子 那個兇手 也是五萬塊就交保了 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在立法院的原因 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委員們 可以一起正視我們目前 法律體制的問題 司法真的能夠保護我們的人民嗎 政府真的能夠保護我們的人民嗎 如果 政府跟司法都不行 台灣的人民不是活在恐懼當中嗎 我等一下 剛剛有說媽媽有到場是不是 那會不會擔心之後家人一些人身安全 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拍到我嗎 因為很擔心 家人的人身安全 畢竟我在警局做筆錄的當下 我第一時間 我是立刻聯絡我媽 跟她說 我發生這件事情 叫她盡處小型 因為我很害怕 下一個 她被動手的對象 會是我的家人 我媽要介紹馬賽克 我看到影像的時候真的非常震撼 一個這麼嬌小的女子被被踢 你用那麼大的 你沒有錯 你講這個話 我真的沒有錯 讲你所相信的 相信你所讲的 真的 我知道 我知道压力很大 我们每天在电视上面 做这些发言啊 有的时候也会有人讲说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人生安全啊 也会有很多的威胁恐吓 说不要怕是假的 但是 那我们四个人 给他们母女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我们也先跟大家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说话 我从来没有想要把这种机会搞到那么煽情 这也不错 我想要 如果不知道 看到我妈 我妈在现场那样子 从昨天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联络她 到刚刚来继续会之前 她都一直 很冷静 故作镇定 然后跟我说没事啦 不要怕啦 我觉得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啦 就是我妈妈她心里承受的压力 比我还要大更多更多 她那么的担心我 就是 可是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想要讲实话 让我自己的妈妈担心了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个人跟我一样在冲销这样的暴力对战 讲实话本来就没有错 我妈妈告诉我的 我妈妈说我没有错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被暴力对待的时候 该道歉的是我们 该被调责的是我们 为什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